每个大户都有一个专门的席位 你就坐在这儿 你看看 怎么样 我就在这儿坐 对 每个大户都有一个专门的席位 真好 这电脑跟电视一样 这里的每个大户都有一位专制的报单小姐 您的报单小姐是蒋文文小姐 文文 黄女士 您好 这电脑挺好玩的 怎么回事 你们这股票怎么买法 我们这儿一次买卖最低是以百股 也就是行话叫一手 提加零就是当天可以买进 当天可以卖出 好 那你就帮我先买一百手 还真有不怕死的 那您要买什么股票呢 是买深圳的还是上海的 什么股票 我也不懂 你们看着办吧 什么贵买什么 大姐 您当这是买菜呢 我可有个条件 你给我买一个今天的最高价 卖一个今天的最低价 那您不是赔了吗 我乐意赔 你换得着吗 怎么样 文文能干吗 那他也干不了 这账钱难做 赔钱也做不了 你吃干饭的 你 这位女士 股市赔钱是比挣钱容易得多 就拿今天这势头 肯定是爹市 你现在买入 等到收盘的时候卖出 绝对是赔 没跑 快帮我买去 你先等等 可你要求的是买最高价卖最低价 这就连神仙都做不到 每天的最低价最高价 那是瞬间出现的事 谁能保证抓得住 就拿今天来说吧 如果一直保持跌势 那一开盘就是最高价 在你来之前都出现过了 如果您非要这样要求的话 那也太刁难人了 这不仅仅是刁难 是根本做不到的事 那我不是也不懂吗 你们误会了 黄女士的意思是 要高买低卖 差不多就行了 对吧 黄女士 我就是这意思 少赔个一毛两毛的 我不在乎 那好 我现在就给您报单去 该我了 三个四 没人要吧 要不了 对吧 你是在家赢钱 跑到股市来赔钱 不 我 什么意思 我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觉得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这赢的是我的私房钱 在那边输的是我老公的钱 快说 你老公的钱还不就是你自己的钱 就是 还不知道谁的钱 不非让他赔成穷光蛋 压上 不走 好 脖子 扣底 全走 出啊 赢了 真可以的 掏钱 洗白 这可以 你手机不错 我在这上 还需要 来 吃 伤证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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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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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收盘了 今天早上买进的股票还卖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早晨买进最高价 收盘最低价 你还啰嗦什么 可现在卖出去 您可没赔呀 今儿可能要收小杨县 现在打出去 可能还能获利一两分钱 真难得 夏天抵抗 夏青一还得跌 你看着吧 那先不打了 下星期再说 好的 你要不打 那下星期可要大涨了 涨就涨呗 还省得师傅教我怎么炒股了 不是吗 你不想赔钱了 我学会炒股 它不就是为了更好赔钱吗 这好事 它要是能落到我头上 出牌出牌出牌 你真想赔钱了 我不是说过了 我就是为了更好的赔 不是吗 要是全中国股民都像你这样高风格 咱们可就赚大钱了 出牌出牌吧你 来来来 你先整个电话 谁来的 谁来的 他不可以说 我去 走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这 黄大姐 你怎么才来 昨晚打牌是过了 不是肯定涨吗 正爹呢 你跑不跑 爹 吴先生 今天是涨还是跌 肯定涨 他肯定涨 你干嘛还让我抛 你不是要赔钱的吗 放着钱 能挣我不挣 我有病 你没病才怪 我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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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感到悲伤 男先生 你们挣钱都高兴 敢问我挣钱就得悲伤 你不是为了赔钱才来炒股的吗 对不对 文文 来了 快快帮我报单 全部卖掉 干嘛这么着急卖 明天还得涨呢 黄女士 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 您别一赌气 是吧 谁跟你赌气了 我就是想今儿全抛 要抛 明早 高开以后再抛 现在抛你挣钱不多 吴先生 没有你教我 我不会炒股 也挣不了钱 下一次我一定多挣 这一次挣点就行了 我只想证明我的能力 那您明天再抛 多挣点不更能证明您的能力吗 可他只有今天回家 今晚先生回来吃 哎 鱼是清蒸还是红烧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吃红烧 先生吃清蒸 平时给您做都是红烧 可今天到底是红烧还是清蒸啊 你怎么不长脑子啊 今天先生回来吃 当然清蒸了 把你的手好好洗洗啊 知道了 王总吗 我是乌人呐 啊 乌人呐 什么事啊 我这有新情况啊 从盘口看 好像有人抢满天星啊 嗯 不像是机构 好像是大户啊 是大户 呃 会不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 呃 这还不太清楚啊 没关系 让他们先抢点筹码吧 抬脚就不怕人坐脚嘛 嗯 我想也是这样 先给他们填枣吃 对 哎 您那情况怎么样啊 啊 这边的机构啊 都一致看好后事啊 可惜啊 资金啊还没全部到位 估计就这一两天吧 放心 我会尽力配合你的动作的 好的 有什么新消息吗 啊 这边传言很多啊 消息啊 满天飞 有人说中央已经给深圳企业 发款一百个亿 嗯 有人传说啊 外资有曲线介入深圳股市的异乡 如果需要啊 你也可以放出风去 推波助澜嘛 好的 上海机游的态度怎么样啊 还不说明了 他们的动作 瞒不过我们 你要及时与我们这边联系啊 好 那就这样吧 好 好的 再见啊 好 文文 走陪我吃饭去 算了 我懒得动 你怎么了 大概 是今天一直在电脑旁模拟操作 累了吧 你觉得准确率怎么样 我拿你做张的满天星 模拟吃劲抛出 打了几回短线 准确率在百分之四五十 让你拿住了拿住了 你就是不听 真问好了 挣点小钱 塌了个大空 舒服了 那当时爹得那么凶 我是怕 那是大机构在震仓啊 妈 专门把像你这样胆小的人给震出来 他们通通吃劲 你懂不懂 真是的 反正也没赔嘛 那像你这样瞎做 那离赔也不远了 我劝你趁早把大哥的钱还给他 那借钱炒股风险太大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 风险 炒股能没有风险吗 股市本来就是高风险高利润并存的嘛 那能一样吗 自己的钱就是被套住了 还是一个机会 就是全赔了你就自认倒霉 你借人家钱炒股 你怎么办 万一套上人家让你还钱 你怎么办 你搁还是不搁 万一要是套身了 你怎么办 你搁不清怎么办 你以为我这么笨呢 你就是笨嘛 吃一切长一智 你看你妈明天 妈呀 借钱炒股那等于自杀呀 你放心 你妈呀不会自杀 我真跟你说不清楚了 妈妈 你甭侥幸 明天你把借大哥的钱还给他 你借人家的钱炒股风险太大呀 你懂不懂啊你 风险 你妈这辈子担的风险还少啊 要是怕风险 你妈也不会有今天 说什么呢 老远就听你们吵吵了 你们吵吵什么呢 什么风险不风险的 没事 没事 金风回来了 我来吧 我来 你去忙你的吧 累了一天饿了吧 来 你看 这是今天给你做的 你最爱吃的清蒸鱼 吃过了 你不是说好回家吃饭吗 你怎么搞的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有应酬吗 哼 什么应酬 肯定又是跟那小妖精在一起 你看你 又扯到那去了 我跟你说过 在外边做生意 经常有应酬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还有 以后你少喷点香水 你今天又赔了多少 谁说我赔了 我挣了 挣了 你以为我是傻瓜 自从你玩股票以后 天天都说你挣了 你挣了 前几天我抽空翻了一下证券报 股市天天在下跌 你上哪儿挣钱去 原来我是赔了 不过今天 行了行了 赔就赔了吧 就当你拿这些钱 买衣服 唱卡拉OK 我告诉你 我今天真是挣了 不信呢 一会我拿交个单给你看 真挣了 就你 我为什么就不能挣钱 告诉你 以前我是没正经干 我要是认真干 不比小妖精差 行行行 争了争了 就算你争了 你 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在乎我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给你登报纸 上电视 表扬你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好 没有 没有 南方他要炒股 我正批评他呢 对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绝不再炒股了 好 底股市是不是暴涨了 这啥意思 有戏了 我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我能挣钱 我没等到明天再涨 我就把他全给抛出去了 好想你报个喜讯 我赔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看你 你能挣点钱吧 还捞起没完了 我跟你说啊 只要你有事干 以后少管我的闲事 是挣钱是赔钱都无所谓了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 对钱不在乎 你就在乎那个小妖精 你看 以后你少提的啊 还有 你看你把嘴画得那么红 难看死了 我擦了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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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呢 买菜去了 不升股市 受周末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四个特大力好的字 沉睡已久的市场如死地的火山突然爆发 这是怎么了今天 爸 墨鞋 墨鞋 自己墨 老人让家长念 听老师的还听你爸呢 自己来 别听了 别听了 妈 又听股市了 真是的 又不给我墨鞋 炒股炒股 连儿子都不要 我管 我管 听完了我就管 得 完了 最关键的那点对明天的预测全过去了 你看 墨鞋着这么急 墨哪 墨哪 从快乐开始 清朗 写完了 全都 写完了 恢复 写完了 我是张磊 你把儿子买电脑的先搁哪儿了 还在老地方 怎么 咱先要买电脑 现在买只能买286 隔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想不想买486 当然想 怎么 股票赚钱了 没有 快快了 得到 写完了 天天你都说快了快了 钱没挣着 赔钱的速度到越来越快了 醒来 完了 来 自己检查一遍 张磊 这回我可看着了大行情 我想把买电脑的钱 又打儿子电脑厨艺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跟我商量 那好 我送你两个字 不行 你怎么把话说那么死啊 这不跟你好好商量吗 好好商量 那我送你四个字 可以考虑 绝对不行 哎 怎么这样 妈 哎 金儿股市是不是又暴涨了 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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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不知道 我又不炒股 我怎么知道 就是 我们又不炒股 我们早就金盆洗手了 什么都被想瞒过我 爸 您怎么知道 今天股市暴涨了 今儿啊 我见到刘胖子了 刘胖子 刘主任 不是他是谁啊 怎么 他也炒股啊 炒 哦 离休了 闲不住 跑到股市上去送钱去了 说 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 搞了点急需 一夜之间呢都送给资本主义了 不 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吧 这家伙啊 这家伙啊 打仗是挠熊 当年 二兵团打的几次赔本仗啊 都是他指挥的 就凭他那点本事还炒股 他还跟我说 今儿啊 暴涨有大行情 让我也去炒炒试一试 老头子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呀 我说啊 我不炒之不炒 我要炒啊 就不会打败仗 当年 谁不知道二兵团有个擅打硬仗的长盛将军 男老虎啊 就是 谁不知道男老虎啊 我说张蕾 我想把儿子买电脑的钱投进股市 你看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不要了 是我要电脑 电脑爸爸肯定是要给你买的 现在呢 把买电脑的钱呢 投进股市 是为了过些天呢 咱买更好的电脑 你看 486 不 586 怎么样 你看 爸爸说话准算数 我看投进个286去 过些天啊 连个外壳都搬不回来 我不要外壳 我要电脑 小孩子懂什么 看动画片 看动画片去喽 这回啊 我绝对不会赔 我绝对看准了啊 你哪次不是说绝对不会赔 哪次不是说绝对看准了 可哪次你不赔啊 哎 哎 干什么事情啊 都得交学费不是 再说呀 这学费啊 我已经交到头了 哎 你知道这股民都叫我神吗 啊 业余股评价 这说明啊 咱们对这个大事啊 都看得准 对这走势呢 也看得准 这不 眼看就要挣钱了吗 现在眼看能挣钱了 你不给我下点本啊 啊 那我这学费不就等于白交了吗 啊 可咱们家就剩这点钱了 那儿子电脑 放心 投进二八六去 那至少也要报一个四八六回来 那你要报不回来呢 我要报不回来 我把我自己卖了 张蕾 你就听我的啊 没错啊 啊 你就放心吧 啊 好 雅辉啊 大哥 你说南方是不是有病 我让他跟做满天星 可他偏要自己另做 雅辉啊 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赚多赚少上 赚了就不错 那是我自己的钱 既然你把钱给他了 就由他去做呗 我不是盯着那点钱 我就是看不上他死要面子 印出好汉那种劲儿 男人嘛 是不是啊 大哥 我走了 别生气了啊 老大 睡了吗 哎呦 谁啊 哦 阿姨啊 你还没休息呢 没呢 没呢 你看 我整天的穷忙活 也没过来看看你 没什么 呦 这后半夜凉不凉啊 不凉 不凉 要凉的话呀 让小阿姨抱上被子过来 不用了 坐呀 坐呀 要缺什么呀 尽管说 什么都不去 甭客气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挺好的 不缺什么 以后吃饭呢 别再玩吧吃 又费钱又不为生 还容易得个传染病什么的 我说 老大 今儿那满天星长得不错呀 明儿你准备怎么做呀 这道小小小小的警察 你不让他做什么 我想通了 以后你和小妖精的事儿 我再也不管了 也管不了 这个家呢 你愿意回来就回来 不愿意回来 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又怎么了 不过得有个条件 你再给我一百万 我去炒股 以后我赔了赚了 都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我这个人 并不在乎钱 何必分那么清楚 我在乎 在今天以前 我是为你活着 从今天以后呢 我得为自己活着 没想到 炒了几天股票 这一套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没错 以前我总觉得 除了伺候您以外 没有别的工作 最近我去炒股 我看我除了伺候您以外 大概我还有别的用处 没了 没了 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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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过来 卖上 没了 没了 你看 大事返转已成定局 上午获利回土有点压力 大盘要回党 这是最后一次进货机会 要抓紧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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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经理是不是死心眼 这买入的窗口 要排这么长队 那卖出的窗口不就闲着 你说是不是 你不会把卖出的变成买入的 这不就完了吗 说真的 你说是不是 你对今天的形势怎么看 你看看这两队 一队是存钱的 一队是集合竞价报买单的 大盘怎么走 我不这么看 那怎么办 股市有句名言 别人买进的时候 就是你该卖出的时刻 那是正常情况下 现在是非正常情况 你看他们都在排队买单 你知道他们身后 有多少人要买吗 不不不不 我的直觉告诉我 现在的行情差不多该到头了 你呀 还没有完全摆脱熊市思维 现在是人有多大胆 鼓有多高价的时候 走吧 走 快着 快着快着快着 快着啊 孙经理 够快的呀 可不 从一开门到现在 忙得连卫生间都去不了了 忙也高兴啊 是吧 那是那是 我们不怕忙得就怕闲着啊 现在我不担心别的 一怕点钞机坏了 看着奖金入不了账 二是怕设备出现故障 耽误股民挣钱了不是 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死鸡了 吓得我醒来直冒冷汗 你们妈呢 妈呢 看见了吧 不敢断定 全国的证件簿啊 情创全赤压 有全国的资金脱底 能掉下来吗 涨得太急太忙 就是从技术上来说 今天也该回路 这才没错啊 我想一会儿啊 建高就把货全抛出去 先退出 我先观望观望 今天啊 是打短线的好时机 你想出货可以 但一定要及时收回 不回来 你知道吗 我还是先看看表 再说吧 再说了 谨慎得为坏处 该冒险的时候啊 你不能这么优柔寡断 你以为我那么傻 我不傻 傻不傻 咱大盘上见 苏教授 早啊 二位 早 我这是趁开盘前 看看报纸上那些专家 是怎么分析的 大盘议长啊 连报纸都抢手了 这话说的有意思 有很多公家出钱订报纸 没人看 分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抢报纸 可股民呢 自个儿掏钱买报 一天不看报啊 心里没招没落 好像少了点什么 不光是看报纸啊 有人说啊 下午四点钟以后啊 要是街上有带收音机随身听的 那得别问 二十岁以下的呢 听流行歌曲 二十岁以上的呢 听股市节目 那没说 这还真没错 要说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谁也比不过咱股民 尤其是散户 你随便到哪儿 你随便问哪个股民 说起政治经济形势 都能跟你说出一套一套的 甭看赔得多挣得少 要说起这个 这些股民呢 为什么那么关心国家大事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 自觉 这个很简单 国家的政治经济 哪怕有一点微小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股市的涨落 没错 都会关系到他们切身的利益 对 所以啊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股市 将改变中国人固有的 传统生存方式 和生存观念 有道理 你们聊得够热闹的啊 不说别人 就说猴子吧 猴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前他最怕听报告 没错 你说着对 以前呢 厂里听报告 我不是大嘴就是刘浩 可那天有个专家做 九四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报告 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居然花了一百八十八块 买票进去呢 嘿 188 188 要发发嘛 猴子就像那样 非常对的 我看一下 我账上的股票怎么不对啊 这怎么着 多了还是少了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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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不是好事吗 您不赚了吗 不对啊 我昨天明明抛了 怎么不但没少 反而多了一杯啊 不能吧 不信你看呢 何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正找你呢 找我 赶紧去何先生道歉 何先生 真抱歉 实在对不起 请您原谅 我原谅你什么 怎么回事 是这样 昨天你不是报的抛书吗 我们这位小姐啊 粗心大意 一时疏忽 当时报单的人多 又都是报买单的 您报的是卖单 我一不留神 就给您报买单了 我知道了 还不得 谢谢你 猴子 人家还是姑娘 谢谢 不瞒你说 昨天我抛出以后 我后悔了一夜 我都睡不着觉 不管怎么说 毕竟是他工作上的严重失职 一定向猴先生好好道歉 对不起 用不着 用不着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了 我一定请你吃饭 你一定得答应我 谢谢 谢谢 咱们一块去 一块去 一块去 你们起什么空 我请人家小姐吃饭 你看人家不让我赔钱还让我赚钱 昨天上冲过猛 成交量还不够大 今天的走势很关键 昨晚我给各处都打了电话 什么消息都没有 后事很难判断 咱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盯住无人那小子 他出咱也出 他进咱也进 多抛几趟短线 好 就走吧 好 吴先生 来来来来 什么事 吴先生 你看今天会怎么走 刚涨起来 好多股民心态还不太稳 今天可能有较大的震荡 但总体趋势是应该向上的 我有事啊 我走了啊 好好 文文 来了 来来来来 你呀 先帮我买十万股满天星 好 什么价 比收盘价压低两毛钱 买它个大低了 好 您放心 黄女士 今天大盘肯定高开 你田这么低 恐怕吃不着 吃不着 吃不着也比套劳强 套就套呗 那可不行 现在挣或者是赔 哪怕一分钱一毛钱 都是我自己的 这今天是怎么了 ,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吧 你这猴子你什么意思 快点 快点 上海又高张来 你看 现在也一路上车 快点 怎么还不回党 再等等 叶玉古明家 还不再买点 不 这可是我儿子的电脑 得谨慎 得谨慎 满天青 我的满天青又涨了 这破垃圾股涨疯了 现在谁还管垃圾股 什么布垃圾股的 没听见专家说 现在大势所趋 WC都吵到天上去了 WC是什么 怎么听上去这么耳熟 厕所 我下海已透过四百九十点了 要出五百点了 甚至也要出一百五十点了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再不抢就来不及了 走走走走走 看这架势还得大挡 这越晚呢抢价越高 走走走 小姐 快给我去买的 对对 帮我也输进去 对不起 我这是委托卖出 你去那个窗口排队 对吧 现在买都买不着 谁还卖 你别跟他说了 那边挤的一塌糊 不听我的 你这倒闲着 经理呢 把你们经理叫了 别跟他说了 走吧 叫你们经理了 经理 怎么回事 现在抢到股票就是抢到钱 对 你还分什么卖出卖进 你不会灵活点吗 对 对 好好好 我们现在介绍大家的建议 两个商楼都可以买进和卖出 小姐 来给我上卖单 你现在卖着什么急 你给我上卖单 太慢 你排队去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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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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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短线指标都在高位 可以打一个短线 进步够快的 我也是吓懵的 完全凭一种直觉 要做一个优秀的曹盘手 敏锐的直觉很重要 你觉得我判断对吗 很准确 那你还不赶紧出货 我已经挂了卖盘 怎么又有人抢到我前面低价派货呢 怎么了 不是怎么回事 这幅行情啊 我吃货 有人抢到我前面低价出货 我出货呢 有人就抬高价格抢吃 好像我肚子里的蛔虫 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 也许对方是个高手啊 也许 文文 学操盘呢 大哥 大哥 你看 上海好像有人出货 我看看 怎么搞得怎么又跌了 怎么走得好好的 突然又折下来了 正常回答 回答 上掌受阻 不行 行 我得先把获利的大叔借给你先走了 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吧 这么大量可不能出问题 对对对 我儿子电脑刚进去 这帮家伙出责真够坚决的 你出了吗 刚才建高的时候我出了 干得漂亮 杨小姐 把我刚才挂的抛单 压敌十个价位 全都抛出去 好的 我打一个电话去 好 喂, 王总吗 对, 是我 他们顺手打压了 我已经顺势做空 干啥 上海方面传来消息 那边的超级机构 认为行情已到头了 开始反手作空 你的意见哪 超级机构 实力是比我们大得多 但全国股民都看多 咱们依靠 全国股民的资金实力和信心 完全可以同超级机构 唱个大对待戏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好, 就这样 他们唱空 咱们唱多 我联合这带的中小机构配合 全力脱出大盘 王总 不会出问题吧 大自信明天才到位 今天呢 先在关键点位上 脱出上海大盘 让他们先猖狂猖狂 好的 这帮家伙太猖狂了 居然敢跟全国股民作对 一朝六人动 他们出多少 咱们就吃多少 对 这回干好了 资金预到位 踏空200点 要不要割肉了 你看 不能割 一盒连286都没了 割好了 吃成胃破了 该割肉了 现在好还来得及 走啊 走啊 走 你快 赶紧收拾 你这怎么 刚才是胖买不进 现在又胖卖不掉 卖不掉比买不着更着急 对对对 买不着顶多不赚钱 这卖不掉 我就得赔大钱了 就是 这不适合你 应该散户作对 你看看 你不买是吗 套老掌 你买吧 套老爹 你反正是抛了 不要着急 快帮我们分析分析 今天会怎么样 快说 你我看 我看一眼 大概他们收一线了 你们呢 你们自己看办法 但是 你 完了 大哥 我正要找你呢 我刚打了长途电话 上海那边的朋友向我透露 确实是超级大结构在做空 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准备和他们对着干 你们哪是超级大结构的对手 但凭实力 我们确实不如他们 可是我们有全国股民做后盾 真要跌了 股民都会拼命逃跑的 等跌到一定时候 场外的鲜产资金就会熬不住 主动杀进来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胜利了 怎么样 你联合一批大户 封低买进 助我一臂之力 是 你们机构大战 输赢都是公家的钱 那你向我们都是自个儿的钱 不管别人怎么样 反正我是下定了决心 先坐山观虎斗 等你们有了什么结果了 到时候 我在 看来有你这样想法的大户也不少 我们得苦战了 走吧 实在没办法 来 老教 别挤 挤什么 怎么着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一下 让一下 妈 快把我的买单输进去 妈 你先出来一下 来来来来 干什么 妈 你转着还是陪着呢 也陪着 你肯定又是追高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开盘就吃劲 见高就打个短信跑吗 别人跟我说回档回档 你听别人的还是听我的 得得得 别扯这些了 我得赶紧卖了去 你回来回来 你都赔了 你还卖什么卖 你卖出 不让我卖出 那废话 我都挣钱了我不卖出 我告诉你 现在大哥他们大机构 正跟超级大机构打起来了 大哥这边要是剩了 你肯定能解套 这么着 我跟你说 千万拿住了 大哥他们要是顶不住 我会马上通证你的 谢谢 郭平佳 快来快 快别卖了快点 怎么 不卖就能保住你儿子的现场 有什么新消息吗 快来 小姐 小姐 给我这买单 快点快点 谢谢 谢谢 我埋的地雷爆炸了 爆炸了 爆炸了 黄女士 别高兴得太早了 一会还得往下跌 那我就埋壳更深更大的 文文 来 你帮我再压低两毛钱 不 三毛钱 二十万股 有可靠消息 上海有超级机构在全力做空 我刚接完电话 杨小姐打电话来说 无人在高位抛了一批货 现在在低位收货 看样子无人还在做多 一方做空 一方做多 都是有实力的大机构 咱们跟谁呀 哎 是不是还跟着无人那小子 那先退出去观望 让他们打一个你死我活 好 咱们来个坐山观虎兜 嗯 我坐在城楼 观山的地 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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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全力了 哎 我们现在大踏步的后退 正是为了将来大踏步的前进嘛 哎 对是 他们大踏步后退 把我儿子的电脑扔在敌战区了 你看 还是空头 空头 大伙全胜 大军回来了 爸爸 我电脑怎么样了 没问题 几八六啊 爸爸一下股市准涨 你这脸一沉 我这心里直哆嗦 股市千弄万人心 反正我这心里只紧张 哎 大军 这股市到底是跌了还是涨了 我收音机呢 收音机呢 爸 给你 我给你打水去 各位朋友你好 在这次的节目中 首先为您播报今日的股市行情 今天上海股市 大军 唱耳机干嘛 给我一听听 你也听不懂 你也听不懂 我还没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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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在那么多久 我还没听不懂 我还没听不懂 你能不能够